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4月13日,车仔有力二度轻波作浪 兜冠半准决赛次回合 在今个星期三凌晨点起战火 其中车路士,同波图再次回C 西班牙比C组安球场决高下 首回合,车仔攻防两边都展现出既高一球的竞技水准 凭着美神莫特,同捷维尔联首建功为球队占得晋级先机 考虑到车仔在双方勾冠交锋历史里面 占据上风,晋级可为大势所趋 既然如此,不妨看好他们两回合双杀波图 首回合开局阶段,波图踢得较为进取 多次攻势令车仔禁区,风声学例,可惜无攻而反 随着比赛深入,车仔逐渐适应 美神莫特一个精彩转身抽射 打开纪录后彻底掌控节奏,不单止攻势加强 并且防守方面始终保持高度专注 门将文迪全场多达五次破旧 风投不亚于入球的攻神 比赛尾段,折为以边路突击 利用对方失误直杀禁区,单刀破门锁定性局 车仔所以带着两个球的优势 等待这次180分钟决斗的下半场 从具体数据来看,波图全场控球率 只有四成,全球成功率79% 两项指标反映出他们整体实力 确实比对方低一个档次 所以就算射门次数,12比6是车仔足足两倍 角球数9比4,对抗获利次数21比12 突破次数15比5,所制造的威胁 根本不足以叫开对方的大门 原本以为首回合只是彼此进行试探 但相互间实力差距,可以说是已经暴露无为 其实车仔今届勾冠本身,并没有得到如此多期望 将要撒入四强 剧情发展到现在,最大功臣莫过于道查 自从他上任以来,车仔的增胜力情肉眼可见的增长 这个得益于防守演出的侧边 如果不计早前爆冷 诸比西布朗的那场英超联赛 车仔过去17场各项赛事 的另外16场总共录得12胜4和 总失球数只有3个 有一个球还是几对送乌龙大礼 简直是令人窒息的强盗 在这段期间的勾冠赛事 车仔上一圈还以两回合3比0的总分 相杀西甲领先的马德里体育会 捉见德国教头去年 带领巴黎圣日以门一度接近问鼎大耳朵杯 并不是靠运气好 更多是体现出掌控主流豪门的功架 波图模仪系普超 代表在欧冠赛场最成功的球队 他们曾经在摩连奴辉下赢得2003-04赛季的大耳朵杯 然而近几年 始终难以突破半准决赛这个平颈 从2011-12赛季开始计起的话 波图过去的9届欧冠 有3次不能进级淘汰赛 3次止步16强 贯准决赛两次 去年则是在外围赛就打到回府 由这些经历泥汉 他们想逆转车仔 也没有任何底气 为数不多的利好消息是 首回合被罚停赛的泰利美 张解禁复出 他和马雷加组成双战头 可以被波图踢回惯详的4-4-2阵营 起码有望好转可以和车仔搏到底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支持和给我们一个赞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